好,大家好,歡迎大家來今天這個月份星期五 然後很開心,我們今天有一個很特別的討論 然後也是正在發表的計劃,叫台灣國家保障計劃 這是由民間所發表的計劃 所以說在華盛頓一次釋放出來的六金波比的資料 這群資料呢 剛才是由一些專家選擇指導理官 其他的還沒做生開放給台灣的民眾 那所以現在有一群人是說如果我們要重新標準台灣的意識 台灣的人或者是我們重看台灣史或是東亞史 甚至成事業史的時候 那這群資料其實可以作為我們未來的能夠展開 那所以就一群有志之士人 然後他們在各個不同的方式 尤其在海外的朋友 然後他們召集了一群人 然後也更現為現代的方式來去處理這份資料 那所以它又結合跟科技有關係 然後也結合公民參與有關係 又同時結合了整個衣食學界之間的 對於資料的台灣史的重新詮釋 那所以我們很開心今天邀請到蕭慶成先生 就是今天的主獎者 然後大家熱烈掌聲一下 他是所謂的挖坑、推坑、跳坑的人 專門負責這件事情 那同時他也是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我們在紐約也有折舞 那在紐約折舞的時候 其實要非常謝謝他 他是贊助紐約折舞的場地 整個那個場地贊助了那些 然後讓大家可以在那個當地的遊子裡面 可以有一些 跑更多自由討論的空間 也都是從民間的參與開始 那另外一個我們邀請到家的簡明珍小姐 謝謝 他說這禮拜剛拿到學位 剛他拿到泰大女士系列 同時他也是台灣GDB女士政府的參與者 所以他也可以從他的角度 又是歷史的 又是GDB開的那個 跟所謂的open data open global data 跟所謂的公民參與 這種數位跟科技的參與的關係 然後是很年輕一代的 其他可以提供一個 他自己臉下的觀點 來跟我們多分享 好 那我們就 先熱烈掌聲 謝謝他們兩位 好 然後一開始就開始了 然後那個 運真妳是要 好 好 嗨 就是 因為我們是從GDB Search來的 所以 我們希望 我知道折舞大家討論 其實大家都非常熱烈 但我們可以試試看一個數位的方法 看 討論上我們會不會不太一樣 然後請大家看前面的螢幕就好 謝謝 然後請大家可以拿上你的手機 然後到這個網站叫 Slydo Sly.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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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快速 你現在3秒內就可以兩個手機 那這個網站 我們大概可以在上面就線上提問 Sly.do 然後進去 下面這邊打一個 我們扣的叫做NLTR 就是National Treasure Trader Trader Sorry about my bad English 就是NLTR 就是National Treasure OK嗎 然後進去你也不需要Logging喔 就打到這邊 然後加入 進入 放一點嗎 好吧 再來說你就會進入一個有關問題的頁面 然後這個好處是呢 你有問題在敲一掌的時候 就會馬上打下來 然後 比如說 比如說我先想問大家 是 等一下 等一下 比如說我說你心目中開放歷史是什麼 然後你可以匿名 然後其他人可以fault這個問題 就是把 都是我們會fault最多的問題 往上推 然後 讓大家可以看到彼此的問題 所以你可能會發現 欸別人跟我有一樣的問題 不是其實我很害羞 但是你可能在這邊很匿名的打出來 那大概是這樣 那 我們大概結束之後 會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 嗯 SLIDO 然後TL NLTR 就大概會這樣 像你這樣顯現出來 OK 那 大家手機有跟上的話 再講是SLIDO 然後NLTR 你再回到原來的結束 OK 回到原來的 好可愛 我再走一次 是 S S S I NLTR 好 再走一次 這邊 NLTR 好 不用大寫 不用大寫 不大寫 有 有 有 不用大寫 OK 好 就這樣子 那 待會兒就我們來試試看 這樣的方式 會不會有些有趣的風格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時間後面收了一點 可以 外面的密碼是 02 332 2 10 19 10 02 3 2 10 9 10 5 0 這是區電力開放產業的一個模式 對阿 出體驗 謝謝 上次唐鳳在跨國對我們美東夏令會做演講的時候也是用這個方式 我們就切入正題 這是國家保障 所以這是我們所謂的核心團隊 核心團隊就是我 然後三個發企業是我小楓還有那個Aaron 然後設計師是GDP的子龍 然後三位是一些志工團的主持人 然後人方是我們住在美國檔案局的資料研究員 然後什麼是國家保障 所以國家保障這個名字是我發起的 然後就是對於心中就是掛念的是國家還有保障 然後就是等下會提到 然後就是表面上來講國家保障就是在華盛頓DC或者是在紐約檔案局 不管是美國國家檔案局還是聯合國的檔案局裡面有一批史料 就是關於台灣的史料 因為大家知道是過去一百多年來就是美國跟台灣關係不可分 我們是在戰前來戰後 所以然後美國又是一個非常喜歡記錄任何東西的一個國家 所以他們在外交啊 還有情報啊 單位他們所有的文件 解密之後就會送到這個圖 圖左邊的這個美國國家檔案局 然後解密之後就會在這邊開放 你只要進去然後申請一個簡單的證件 然後就可以調閱任何開放解密的資料 那裡面大概藏有數千萬份 所以我們估計是大約上六千到八千萬份 資料是關於台灣 那裡面的內容包羅萬象有美元啊 因為美國對台灣紀念就是戰後有很重要的紀念 然後也有比如說中美段交的資料啊 或者是甚至對台灣的風土人文 甚至台灣的回教徒分布啊 台灣的作家的狀況啊 台灣的戲劇電影啊 這種東西他們都有記錄 就是美國是一個對他國情報 掌握非常非常嚴謹的一個國家 就是因為其實他們也不是說想要監控或幹嘛 就是他們就常常覺得他們總統會說 這個國家我們要幹嘛幹嘛 然後他就來問情報人員說 這個國家有什麼情報 然後所以他們情報人員就很習慣掌握 任何國家的任何情報 然後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情報在裡面 那至於聯合國 所以他的檔案局裡面有很多資料可以查詢 所以為什麼這是國家保障 因為就是在我的認知裡面 這就是台灣歷史的一部分 但是大部分沒有人知道 台灣一部分的歷史躺在這些檔案局裡面 那至於為什麼寺寶藏就是 他雖然是台灣歷史 但是他提供一個全新的角度 看台灣的歷史 因為像我個人來講 我學台灣的歷史就是 我那個時候還是唸 國立兵館的這個中國歷史 所以從小就唸中國歷史 然後很可惜的是 我下一屆的全畢妹 他們就可以唸到台灣歷史 然後剛好就是早生了一年 然後沒有唸到台灣歷史 所以在我的心中 就覺得這個歷史是一個 就覺得潛水快升了 就會想 然後自己長大之後出國之後 才開始重新認識台灣的歷史 所以我就覺得 為什麼就是在什麼 政權掌權的時候 人民就要受怎麼樣的歷史教育 我覺得即使到後來 在台灣的歷史 那會不會又是因為 那是一個偏向台灣的政權 所以他要補學的台灣歷史 那究竟真正歷史的真相是什麼 那我就想說 那既然這是第三國 對於台灣紀錄的歷史資料 所以我認為說 這種歷史資料比較是 比較是重力的 因為他們是一個第三國 中越角度來紀錄 那至於是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就想吃的紀錄 所以我覺得這是對於台灣 認識自己國家 認識自己歷史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些資產 然後所以這主要是 國家保障的來源 那我發行這個專案 因為我本身是 關係工程師 所以我聽到這個 有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就立刻就想說 我要怎麼樣 做一個科技的手段 然後把這些資料全部取出來 然後做成一個開放的資料 讓大家取用 所以這就是四個重要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 我們要找到 就是哪些檔案局資料 還有圖書館裡面有台灣的資料 所以目前 目前 針對的就是 華盛頓DC的 美國國家檔案局 因為 那裡是所謂的 美國聯邦政府 解密資料推下來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聯合國的檔案局 那我們下一步 針對的還有 比如說史丹佛的 Hoover Institute Hoover Institute Hoover圖書館 裡面也有相識的 比如說蔣蘋果的 蔣介石的日記 都在裡面 然後還有 也是在DC的 國會圖書館 裡面有很多紀錄 所以那是 下一站 我們下一站 就是在 DC跟紐約 所以第一步就是 先找到這個 這個檔案局 那第二步就是 找到之後 我們就要建立目錄 就是裡面有什麼資料 我們就要派人住在現場 然後去翻譯 去翻譯 去建立目錄 然後建立完目錄之後 我們就可以號召滯空 所以如果你有發 就是你有 讚我們的臉書專業的 話多加保障 你會看到 我們常常在發起一些 志工團 就志工挖寶團 就是我們下個月 9月 這個月 9月26號 我們要再去DC 發起一次挖寶團 那所以我們一次大概 就可以有10到15個志工 我們就從永遠 或從DC過去檔案局 然後 然後就下載我們 就是我們做的APP 就志工APP 然後志工APP 用APP打開之後 就可以接受任務分派 就是因為我們之前已經有 住管 已經建了貨物 然後就可以分派你 就是任務 就比如說你 你去跟圖書館員 要求這份資料 取來之後 就可以開始做翻牌 就用APP開始做翻牌上傳 然後第三步就是上傳到 我們的網路 開放資料庫 然後就是在上面 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資料庫平台 然後做文字化 然後文字化就把文件上面的文字都截取下來 然後做標籤 跟做簡單的翻譯 然後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開放讓群眾外包出錯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雖然你沒有辦法去美國 現場參與 翻牌 你可以就是上我們的資料庫 然後 就瀏覽每一個文件 然後看我們的文字化有沒有做錯 看我們的翻譯有沒有做錯 然後可以現場就幫我們出錯 等一下我們會 demo 然後第四步 也就是最後一步就是 因為 我們現在目前有兩萬筆資料 在資料庫裡面 然後我們下一階段 想要收五十萬筆資料 所以不管是兩萬還是五十萬筆 其實都是 都是冷的 很冷的 就很冷的資料就躺在那裡 然後 其實也可能沒有人會去翻它 我自己其實翻過的也不過就一兩千筆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很多 對於歷史 有熱忱的學者或者是群眾 就去翻閱 然後去看 因為裡面其實有可能真的有保障 可能是以前從來都沒有人發現的事情 可能什麼 蔣經國說了什麼 或者是 當初什麼 美國國務卿說了什麼 都不知道裡面到底藏了什麼東西 所以 歡迎大家去看 去翻閱 然後找出保障 找出 你當初 沒有想過台灣歷史是這樣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跟我們分享 然後我們寫成的故事 或者你可以寫成的故事 就其實 我們發起國家保障 有一個想法是 其實我的保障 不一定是你的保障 你的保障 還不一定是我的保障 就是有一個 我們發起這個專案之後 有一個 有一個 美國東岸的就是 一個朋友就來跟我說 你來幫我找一下 當初我阿公是 專門負責興建西羅大橋的一個里長 然後那個時候 美國 直接越過國民黨 把錢給他 去蓋西羅大橋 因為他可能知道 國民黨拿錢會資料 所以就是說 直接把錢給他去蓋西羅大橋 然後說 能不能幫他找 就關於這一部分的歷史資料 所以這是對方來講 如果找到了西羅大橋的興建歷史 在這個保障庫裡面 對方來講就是他 人生他家裡的最重要的國家保障 但是對我來講可能根本很重要 就是一些數字 一些錢 一些帳的人 但是所以這是他的保障 那我們 這個專案也很開心就是 幫各位尋找一個國家保障 因為所謂的國家保障就是 每個人不同的保障 會集起來之後 成為國家保障 所以這是 這是 然後這是一些 工程的 尋寶工程的一些 一些照片分享 所以這是 號召自貢 到現場去辦證 然後現場在這邊 翻閱資料 翻牌 等等 然後這是我們在紐約的一個 一個很大的 台灣人的聖會 叫PASSPORT TAIWAN 然後在這邊辦 辦攤子 辦展 跟鄉心宣傳 就像我們的這個 然後是點小的貨 所以跟大家介紹的這個 自貢瓦寶ATPM 這是 也是我們這一次 工程 就是 管理工程的一部分 所以就是 這整個 這整個 專案裡面最困難 最困難的就是 就是 保障值很過敏 然後 你根本就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你怎麼 然後你要叫幾千個人去 檔案局現場 然後拍幾千萬份資料 傳到你的資料庫 這怎麼可能完成 所以我那時候想的是 就是 大家就說 因為翻拍 一開始想要翻拍 就是要拍相機區 因為這樣子畫質才好 但我想不是 我想說 之前不是 李小龍說 最強的武器就是板凳 因為板凳最處都有 然後我想最強的翻拍武器 就是手機 因為手機到處要 每個人都有 所以就是 請每個志工 用他的手機 下一個NTP 然後就是 直接打開之後 收取任務服務 就是你 收取任務就可以 所以這邊 可以幫我按一下 這個 所以這就是一個 手機APP的 這第一頁就是 打開翻拍 然後就可以進行翻拍 這樣子 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這翻拍跟你就是 玩那個 遊戲在開槍一樣 就是這樣 一發一發 就非常快 所以我著重的是速度 畫質跟品質 不是我們首要目標 因為實在打完太多 如果拍錯我們 可以寧願再回去拍 可是我們 就是比較快 可以幫我按一下這個 這大概看15秒就可以了 這就是我們志工現場 工作的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檔案數非常多 這一項大概就有一千份 然後這位志工 要做這同樣的事情 一千次 所以其實是非常非常的 所謂的 backbreaking work 就是是很被人的 就有些志工 站著拍 拍了一小時就坐著拍 再拍一小時就站著 我在旁邊看得很心疼 但是就是 大家對這個國外保障的熱忱 就會覺得很感動 就是我們從紐約坐車到 檔案局要四個小時 坐到四個小時 或是要連續工作 這樣子要到五個小時 然後如果是兩天的行程 我們累了到 到旅館去休息之後 第二天早上衝來一次 然後一天大概拍兩千張 然後一團 一次去的成果大概就一萬兩萬張 然後檔案局裡面的資料 有六千萬分 所以這是一個 餘工以上的專案 這不是 這不是一個月兩個月可以完成的 所以這是 就發行這專案 大家覺得很棒 然後 其實我是覺得很惶恐 就是不要每個人做都還 然後 做不完 又被人家罵說是半吊子 那我希望就是 即使我做不完 也有人接下去把它做完 因為APP都開發出來了 資料庫都開發出來了 他們都是開源的 所以就是都在網路上 就是你可以隨時拿去用 然後這是APP的 然後這是APP的 我按下一個 我去救一個人家 我去救一個人家 對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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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 所以就是先上資料庫 先看一下這個 就剛剛那些志工拍完之後 就回到資料庫了 然後 你可以在這邊瀏覽 然後瀏覽之後 你就選一張 進去就是看 當初拍 就是裡面拍的那樣 然後我們想法是 所以 就你拍完之後 機器就會自動做文字化 就是把裡面的文字 揭取出來 放在這裡 然後 文字化完之後 我們就送給 送去機器後端 繼續做標籤 就是把這個 做分析 分析之後把標籤 比如說裡面有獎金國 有CIA 有什麼 就會做成標籤 然後再做簡單的翻譯 所以如果你按翻譯之後 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簡單的翻譯 但是因為是機器的翻譯 所以 品質不是很好 那 當你看到這次的內文有錯的時候 你就可以按 這邊有一個校正模式 你就按下去 那內文就可以幫忙編輯 所以除錯 然後之後就可以按 完成編輯 所以就是 這是一個群眾參與 就是 我們用機器做初步的一些任務 然後做完之後 希望大家來 瀏覽 大家來參觀的時候 也出一份膩 然後幫這個 做得更完善 就是因為 保障是大家的 所以大家應該一起來 出份膩 然後這是其中這一份 保障 這是1951年的時候 美國對於台灣 戰後的一些經濟 產物做的一個 一個研究 然後就會看到 幾乎非常強實 就北台灣產什麼 哪裡產鵝啊 哪裡產豬啊 都幾乎非常詳細 那這只是千萬份 保障的幾公司一份 就有很多 更多的 然後這是我們 就是之前 就是受到一些免費的關注 就是 就是我們其實發起人之一 因為阿伯恩他是 在自由時報 一直有寫 紐約旅遊的專欄 所以他跟自由時報 就是有認識記者 然後就 幫我們寫一份報導 就有沒有想到會上頭 好 雖然說 這個專案是因為拿了 拿了 拿了 GIV 對的獎助金 50萬 然後是給我們很大壓力 要把它做完 那其實 事實上最大的壓力 是這個 當你上了頭版之後 你所有你要做的東西 你就不能不做 所以 所以我對這個 我很抱歉 因為就是上了頭版之後 就不眠不休了 開始做這個國家保障 就雞也沒有薪水拿 也沒有辦法賠下來 然後這樣 然後那邊是台北 台北時報 也是上了幾乎投版 然後這就是一些 就想賣幫我們寫的報導 然後還有開大部分的媒體 跟一些 談話新聞節目都提到我們 所以就是 大家都很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我覺得就是很欣慰 就是 至少我們就是 投入的時間 投入的心血 就是大家覺得就是有意義 然後目前就是 開發兩個巡報點 然後總共有大概一萬五千分 好 這樣在上面 就像我講的 總數是六千萬至少 然後所以 而且它支持國家檔案局 就是聯合國還不知道 還有幾萬 幾百萬分 然後下一站 還有福福 還有 還有國會輸出館 所以就是一個 做不完的專案 因為 除了國家檔案局 美國國家檔案局 除了六千萬分以上之外 它其實每年都會增加 因為 加密的檔案 每三十年都會解密 所以 今年 2017年 就會開始解密 1987年的檔案 差不多是嗎 1977 就是 就會開始解密 每三十年就解密 所以每年 檔案都會增加 所以 這是沒有執行檔 那就是 能做多少做多少 然後 希望大家懂 所以計畫是 我們已經在美國 成立了台灣國家檔案 進行會 然後 希望組織就是 每個月或每週的 翻牌團去翻牌 然後 會做群眾控制 然後 更加完善保障科技 就是我們的保障就是 希望更加好使用 就是說我們會加油 有搜尋的功能啊 之類的 然後最後就是要看 他保障的故事 就裡面有太多太多的故事 可能放在裡面 就是大家要去看 那很硬的 就是用英文寫的 然後是用官方的英文的 你知道就是 美國副國務卿 寫信給國務卿說 我終於斷交 我去了台灣 然後發生什麼事情 那用字其實都很硬 就是 大家要練英文的話 我很建議 因為我們有Google的翻譯嘛 就是你可以對照一下 到底是怎樣 所以下一集 我們需要50萬筆資料 希望你們在半年 至少半年內完成 然後我們需要 就算派資工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美國玩 去美東玩的話 歡迎報名 就是 我們會帶你去喔 不給你收車費 然後 如果要兩天的話 可以住宿喔 然後 捐款是我們網站上 等一下會秀 有小的捐款的地方可以去喔 然後分享就是 就是慢慢大家就是跟親朋好友 跟在臉書上分享 我們事情 我們的故事 然後就是 多好招一些人 想一撐 然後這次合作 我把就是 去美東開發 我們要進行會 然後多十萬 總演員 然後 還要一直發不發感激起來 然後這次 這次目前簡報展 那 我們要來 拍一下 謝謝 謝謝 這樣我就 網站デmo一下 就是網站是nationaltreasure.tw 然後參與尋寶的話就會看到三個主要尋寶 尋寶小隊是你可以親自來美東來幫忙尋寶 然後下載的PP在整體 或者你可以讓鑑定小隊 就是經訓寶帳戶裡面幫忙做出錯反應 這是鑑定小隊的動作 然後後勤小隊是 如果你是工程師 你可以去我們這個城市碼這邊 因為這都是開源開放的城市 所以全部都在上面沒有藏任何東西 或者你想要建立一個你自己的國家保障 就拿去用 然後這是專案協作的主業 就是我們從專案一開始 一年前一開始的建制以來 所有的想法討論都在上面 有所有設計的文案啊 一開始的設計是怎麼來的啊 設計為什麼會長這樣啊 就是都在上面 就logo是怎麼來的啊等等 然後第三個也最重要的就是捐款 按了之後你就可以 拿出你要捐室內月來多少 因為我們這個帶著志工去檔安局 一趟那樣的車程要四小時 所以有錢也很貴 然後保障庫這裡你就按進去 你就看到中美斷交的文件啊 然後 你就可以這邊選你要看聯合國還是美元的文件 或者你看這個台北州 這是日據時期 嗯 美國在台北領事館做的一些紀錄 就有一些像這種 嗯 就很舊 這還是日據時期的東西 然後這邊有一些範例啊 比如說 這個是 這很好玩啊 這是 中美斷交的時候 某一個大學 就是寫信 恩 科姆馬拉塔特總統 對他 以中國責任控制的語言 對他效益大一步 然後 毛筆自寫得非常漂亮 然後文字畫非常成功 沒有要自寫的 然後這邊就是剛才提到 這個 1951年美國對台灣經濟成功的這個紀錄 所以 嗯 對 然後這是我們的粉絲頁 就是 歡迎大家 就是來讚 讚 好 那小潘給你一點 是 好 所以 嗯 麻煩什麼問題 先看一下什麼問題 沒關係 沒關係 要 跟我看一下 先看一下什麼問題 然後 剛剛都跟我說 好 那你再 slide OK OK 好 大概看到他的問題 那 我現在大概從兩個角度 我現在大概自我介紹一下 我現在 我現在 在GMP主要做辦黑廁所 然後還有辦角度金 就是 發錢給小微 然後 那我今天來的身份 不是官方的發錢的身份 而是 作為上期的GMP參與者 跟自己也是念 呃 業歷史系 但是不管說自己歷史真的很厲害 的狀況下 可以提供大家 什麼一些新的角度 那 再一下 然後從手機上 然後 然後所以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兩個角度 一個是什麼開放 也就是 因為你說剛剛 這邊在路的那些朋友 如果不熟悉 開源的話 不知道 你說開放什麼意思 那 GMP是一個 社群 然後我們是希望去中心化 也就是說 沒有人 該 為你決定說是什麼 所以 包括政府 是不是可以讓公民可以參與更多 或是這些 本來被鎖在檔案館裡面的資訊 是不是可以開放更多人的指導 那我們基本上是相信 每位公民的能動性 就是 也 還有公民願意參與討論的狀態 所以 這對公民參與可能包括 嗯 我不在一直等政府跟我們說 你該 或是哪個候選人可以說選誰 所以像 Johnny的project 就是 我們做一個藝人的所有的資料 然後 你看完這些資料之後 你再決定 你要把票 投給誰 或是政策很複雜 你又可以把它變成男人包 然後讓每個人都可以加入這樣的一個狀態裡面 那 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所有工作公開 所以 你可以看到剛剛 稍微他們做的東西裡面 我們把idea怎麼開始 或者像 稍微 我們有些團隊 我們有一些人是在台灣嘛 那 大家可能沒有辦法 就是坐在一起開婚 那我們就是寫文件 先寫下來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comment 然後之後 譬如說你今天想要加入人家保障 你就可以再回去看 欸 可能有哪些工作還沒人做 然後你可以加入 你可以提供 那 這些東西 open source 188程式嘛 這樣的好處事情是 譬如說你今天 譬如說你今天不是在 不是在那個北東 你其實發現你可能在英國念書 然後你發現大英博物館裡面 有很多像這樣的資料 那我可不可以在英國 你自己組一團 你不必跟稍微問說 欸 你這個會不會授權給我喔 花多少錢可以拿 不用 程式碼在那邊 你在當地找一個工程師 跟他說 抄這個程式碼 然後 只要有 呃 我不知道他用什麼授權 但是通常是 比如說有標 國家保障團隊的名字 或者是標姓名 就可以使用這段程式碼 然後去英國改一下 改成適合大英博物館 或真的是 像 我都一起選擇 在聖米德堡 甚至在法國 都一些關於台灣的 其料都還沒有被數位化 所以同樣的 打造出來這個工具之後 就可以拿這個工具 去運用到很多的地方 那這也是我們當初 講究竟希望 希望可以 做到事情 就是一個工具 然後大家可以拿去用 那這樣子一個 大家都可以看 大家都可以貢獻 所有人 就 不再是 就你可以有做 你是不要問 為什麼沒有人做這個 你就是沒有人 那這句話非常powerful 我曾經問過說 欸為什麼沒有這個網站 然後大家就說 我不會 那是完全不會寫 但是就是 試著去假 那所以 小艾斯這樣的精神 他 他其實 之前來過去 離台灣的嘛 但是這個東西 直接一直到美國 他想說 欸為什麼沒有人做這樣的東西 然後他就可以繼續做 然後他就可以繼續做 那這樣的精神 遇到歷史非常的 非常的有序 其實之前本來在打破 其實可能是 我們在等待這個 給我們答案 那現在這個東西 比較對我來說 甚至是打破 原本學術的高牆 因為其實 在歷史心上 會有一個討論是 重點什麼東西 是歷史 歷史學家常常很喜歡 很喜歡說 我們是歷史學家 我們不是文學工作者 因為這樣看來 歷史學需要有一個專業 你需要 我們並不是只有把 什麼口述歷史 把人做下來 或是我們把 這邊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們翻成檔案 然後 就寫下來 這就叫做做歷史 現在的歷史 我會想要更看到的是 你的觀點是什麼 例如1960年代 整個歷史學界的文化轉向 以前我們都是看 功臣領舊的那個 這個什麼 軍王啊 或者是 或者是什麼 很厲害的大臣 很有名的人 可是在1960年代 大家開始去看 所謂底層的人 那些在歷史上 沒有聲音的人 然後婦女的歷史是怎樣 把新的觀點 帶入歷史裡面來 那這種狀況下的時候 大家會想要 很多道具之歷史 然後另一個問題是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大概一兩年前 228利比史料 商民會說 為什麼不能公開 為什麼不能直接大家掃描 把228使用都開 必須要交給台詞組 然後研究很久 之後才可以出書 也不是電子檔 是出紙本的書 然後你要去買內本書 你才可以看到 才可以看到228檔案 那這邊真的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是 隱私權 因為28利比檔案裡面 有很多過去 不管是執行者 或者是被 受難指的名字 或者甚至他們被指控的東西 那其實 當時很多人質疑說 財使所居心不良 那其實財使所 他們是想要幫助 因為 因為比如說 那份起訴書裡面 可能會跟你說 這個人做什麼什麼事 可是那個人可能 沒有做那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沒有看其他史 然後只看那份東西的話 你可能就會說 喔他是一個大壞蛋 但那可能是國家 安給他的罪名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 當這個東西開放高歷史的時候 會遇到這個問題 到底 歷史學家會說 那到底現在什麼東西 是歷史的專業 然後那第二個 到底什麼東西可以開放 什麼東西不能開放 那在美國這個case裡面 是美國國家檔案館 他們已經 九百多數位化 然後東西是public domain 所以小愛他們這樣翻牌 是沒問題 所以public domain 就是wikipedia上面那些照片 你不需要用wikipedia 你可不可以用 你就可以 一樣 他在公共領域就可以用 那入獲選70年後 消亡之後 也是進入公共領域 也就是你現在 扣著莎士比亞的東西 你不需要 不需要付他任何的錢 那這個東西也是類似的概念 那 所以 但我想要再補一個東西 就是現在我們都開始說 大眾史學 那那種史學大概是2000年出的 什麼時候 飛車到台灣來 也就是說 我們認為歷史不再是 不再是歷史學家的適合 可是每一個人他都 一開始不會是說 我們要做歷史科 我們要把歷史學的東西 帶給大眾 但是同時科學 我們通常都叫公民科學 為什麼已經是科學家 才能做科學 一般公民不能加入嗎 所以開始比如說 公民可以幫忙收集地震資料 公民幫忙收集 你可能在路上看到陸霞 或是你看到有特有種 你可以拍照 或傳到資料庫 去做這樣子的合作研究 那所謂大眾史學 也是開始把這些 對歷史的詮釋權 放回到公民手裡 就像小愛剛剛說的 這個保障庫裡面 可能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自己的國家保障 那我覺得這個好處是 或是我在嘗試說服 其他歷史系的人的時候 用的方法的事情是 對我知道歷史解釋很重要 我知道後面你需要一些背景 才不會誤判這個東西 可是只有當你開放出來 讓所有人可以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歷史學家給的歷史解釋 會更更可信度 我們只要不用你藏資料 或是當你open出來之後 你就不是只有你這位歷史學家可以幫忙 其他商民 就是常會有人會說 PTT匿名爆料 或是假的怎麼辦 很簡單 就是所有人就是會跟著去查證 所以怕匿名或怕假資料 或什麼樣的問題 你並不是把東西藏起來 可是把它公開之後 就有更多人可以加入去檢驗 更多人可以加入去協作 假設譬如說西羅大廠那件事情 其他他西羅的詳細看到 他可能有不一樣的故事 就可以一樣的可以放出來 在這個平台上呈現 然後大家都可以用這樣的東西 去講自己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 稍微他們在做也是比較中立的 就是我們是把檔案布建立好 所以其實蠻有趣的是 你會看到國民黨的人來看 他會看到不一樣的故事 民黨的人來看 他會看到不一樣的故事 可是至少我們是在 有共同的根基上 這些東西試 那我覺得 美國食料的好處是 我們等於多了一個東西 但是想說 我們要多一份檔案 就可以直接 美國人寫的就是真相 這可能不是這樣子 但是只有 我們可以把這些資料推照 然後我們開始在這邊展開 展開對話之後 才有辦法 所以就是很歡迎大家 可以加入這塊 就是你不需要是歷史專業 你不需要是什麼 然後最邊緣的就是 比如說 你可能會行銷 你也可以加入 然後你會技術 你可以加入 或者是 可能 裡面真的有些答案是日文的對不對 對 然後你會日文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加入 那大概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看 大家看 問你 裡面有很多資料是手寫的 然後 抄寫英文 我是完全看不懂 如果有人對你 看電視超寫的一定有 有興趣的人 就是可以幫忙 然後 他剛剛提到就是 就是一些學者 就是 暫居的實驗之後 就不願意開放 然後自己要輸完書 寫完文字才開放 這件事情 就很有趣 好 因為我這個 本來是新創業者 在很遠就是做創業的人 然後也是工程師 然後 作為新創業者 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要 就是要 破壞線有產業 所以比如說 Uber起來之後 破壞了計程車業 然後 就被計程車業的痛恨 所以 所以我最近聽到 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叫我們要小心 因為在台灣有一些 學者 就很 對於國家幫忙很感冒 因為我們好像 打了某些人的財路 因為有些人可能專門 就是到美國去扛南安回來買 然後 被我們全部開放資料之後 他們就 就沒有 就沒有東西買 所以 我聽到我就覺得很開心 而代表 我這個 這個新創的這個東西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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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 對啊 所以就是 我覺得 就是想要繼續這樣 經營下去 然後希望大家 那我們現在 回答一些 問題 好 比如說 有沒有 考慮辦這個 學生營隊或研討會 這是我們完全 就是在計畫做的事情 所以 我們之後 可能會做營隊 然後我們之前 就是內部在討論說 要辦高中生營隊 還是大學生營隊 可是後來覺得 高中生好像有一點 就是太年輕了 就去打班區 如果 在那邊打媽 就可能會感受啊 可是另外一套說法 是高中生營隊 我爸媽會輸錢來 來送 對不對 是不是 對 那我的確是想要辦理 對 畢竟 畢竟其實國家保障 所有保障本身 是很有價值的東西 其實你 親自去採訪的這個過程 也是你自己挖掘 對你的國家認同 對你的國家歷史 就是這一塊的歷史 這個我要把這一塊的歷史 是你挖出來的 這是 這是 就是 參與的人才能得到 無上的一個 一個享受 所以就是 親自去摸到那些史料 不是我摸到那1882年 就是台北周的那個文件紀錄 就是 是變得非常脆弱 我們要小心他 就是把國調的那種 那種心境 要親自去的才會知道 就是那種對於自己國家歷史的一種 尊重 一種 一種 敬仰 就是其實 我覺得最好的笑法對象就是日本 因為其實這件事情 因為美國國家檔案局裡面 其實有各國的團隊 尤其日本的團隊 他們是有一個團隊 八個人 進駐在美國國家檔案局 已經15年了 已經15年了 是國家資助的 國家派去的 所以他們對於他們自己國家歷史的尊重 到這個地步是以國家之地 然後派遣了一個團隊到檔案局 進駐15年 每一天 從早上9點到下午5點 就在那邊翻 就掃檔案 所以他們是日理基業的 那我想說 台灣為什麼有人做這件事情 台灣的國家會不會做 政府會不會做這件事情 不可能 我們不做應該沒有人來做 所以我們就把他拿下來做 然後 所以就是 就是一步一步 就是還有一期 然後 這如果驗證保密資料的真為 和可信度 這個 這不是我們的選擇 就是 他的資料在那裡 他說本來是 是Top Secret 本來是最高機密 然後現在解密了 那我們就把他拍下來 至於他是真的假的 然後 再給意識學家去決定 因為我們是 我們像是一個圖書館員的職責 我們是負責收資料 跟保守資料 跟開放資料給大家看 我們不負責判斷 這資料是真是假 然後價值不可 所以 可否邀請地委官員 出國考察 邀獸站 其實我們之前 就是很多政治人物他們拜訪 美東的時候 我們都會邀請他們 所以上次 是在力量團隊 有一團人到美東下領會 然後就邀請他們 來做安排 所以他們 一團有大概五個 國會助理的人 他們就很熱心 也給我們衝去答案局 然後這一次 文化部部長曾經均本來 也要訪問美東 訪問第四名 回來已經也安排好 可能 可能會跟我們進行 所以這其實都有在進行 就是 來美東 拜訪的 政要 我們都會邀請 然後 其實他們如果有空 他們都會想參加 對 也是蠻鼓勵的 那怎麼看待Wikilips 國家把當時 國有進化收入 Wikilips 沒有啦 我們是搜 Primary Source 就是第一手的資料 所以 那個資料一定要是從 就是 美國政府裡面 比如說政府外面寫的書信啊 或者是什麼 然後至於第三方來的 我們無法驗證的資料 我們是沒有興趣的 就是很多人 就是 現在我們發行案之後 很多人就寄信給我們說 誒我這邊有提這個 什麼 50年前的什麼 挖工的什麼什麼 我就說不好意思 這個我沒有辦法收 因為 我們是 國家網站 就是要收 就是 國外政府 對於台灣的 警報紀錄 然後 是否直接跟 直接接API 獲取檔案 我們有接API 獲取檔案的 資料 但是 API沒有辦法獲取檔案 因為還是要去現場調 但是熊哥是紙本 他有些 其實 美國在檔案局 有在做數位化 但是他們做數位化的 角度是服務他們自己 所以他們有 很有興趣的東西 比如說你問他們說 他們的 獨立宣言有沒有數位化 我相信有數位化 因為是美國獨立宣言 那你說我們 中美端教的那個 書信 會不會數位化 可能不會 因為他們不在乎 我們台灣人在乎 他們美國 國家檔案局不在乎 所以就要我們去數位化 所以 他們數位化的東西 可能沒有我們要拿 那關於卡特的檔案 如何找到 如何找到 你是說如何在保障庫上會找到 就是你就是要去中美端教 然後一直往下掃 因為不是 中美端教大概可能欠章 你就是一直往下看 你就會看到 那 對 那 這有人把 然後 過上來 下面整個 這一題 那對不對 如果政府願意出錢出人 但國藥需要 歸為國有管理 是否可以接受 呃 如果歸為國有管理 但是還是開源開放的 應該可以接受 但是有時候歸為國有管理 就 就不知道 跑到哪個區 就沒辦法接受 所以我們就是 永遠都會是開源的 就是你上去看 我們剛剛那個 曼卡特的書信 你要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發去你的論文 這都是開源開放的 不用給我錢 不要問我自己去 自己使用 這是開源開放的種子 那為什麼 因為這些都是自公的心血 這不是我去少 都是自公去少 那幾百位自公少出來的心血 給我托管 我沒有權力去收血 或者是權力去佔回機 所以都是開源的東西 因為這是群眾餐飲 這不是我個人去 去的群眾 所以這是一個 大家人的國家廣場 那現場有什麼問題 好 我們聽完 有幾個問題 1 還有 還是我們先找 國力強大的群眾 來 來 兩位好 我想請問的第一個問題是說 照你的歷史時間來算 應該是有至少經歷過兩任的政府 所以請一任是馬 這一任是菜 那我想了解是說 那兩任政府之間 對你們跟官方對你們這樣的行為的態度跟想法之行 然後雖然你們說政府不想做這個事情 可是某種程度上 中文院台灣所也進來 他基本上看你認為他這個官方或非官方的辦官方的組織 他絕對不是非官方 所以說某種程度上政府也是有參與 那只是說 為什麼中文院的資金或者是資源 沒有辦法更正式的更大量的投入這個地方 那中間的原因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 比較針對解釋解是說 那我不曉得歷史專業有沒有去涉入那個專業文物數位點長這一塊 雖然這是歷史系 不見得每個都會碰 但是 以這個觀點比較偏學術來講的話 歷史 某種程度上因為文物會失去 會舊齊 這樣的做是可以的 那可是這樣子做某種程度上 因為不是最專業最嚴謹的手法 他某種程度上也代表這個資料 永遠在學術上會打一個折扣 那既然台灣所其實在文物保護上相當有名聲 可是這是不是代表說現在這樣做這個東西 但未來某種程度上台灣還是要再繼續做第二遍 就是某種程度上不是說這東西沒有價值不好 而是說 是也許會震驚說幹嘛 我們現在這個做就是一直在救急救急 可是 畢竟這東西在美國保護的好好的情況之下 短時間不會有被遺失的可能的話 那麼像也是一種能量的浪費 就是你還因為你不照全數標準的方式去做收入檢查 所以說台灣最後還是要再做第二遍 這麼耗大的工程呢 中途還是要做第二遍 注定還是要再做第二遍 那這兩個問題首先請問謝謝 好 那關於這個兩任政府的態度 我們都不知道 因為我們做這個專案是GDP的專案 那我們做專案不會過分任何政府管理 我們現在也沒有計劃向政府申請補助 因為 就我們 我們的資料還少 然後規模還小 就現在收政府補助就是 還太長了 不過他剛剛講的是 我們未來有寫那個協助的夥伴啊 有台灣組啊 然後這些人 其實可能是 按照你講他們只是掛名的而已 對 只是掛名 其實他們都還沒有做任何事情 其實我 我 我禮拜一才要去拜訪博士館 我只是先放上去 對 對 好害怕 其實你直接不需要他們 只是他比較喜歡你們 對 這我不好意思說 好 你看這個 其實要問 這個會問出來 然後這個事情 你們其實是什麼時候開始的 我們一年前開始了 一年前開始 所以應該是蔡文正不上台之後 所以 馬英九應該不知道自己吃 對 馬英九應該不知道 但是你可能可以找到馬英九的檔案 對不對 這我在努力做 真的 這件都是比較有用心的 對啊 好 那那個 第二問 第二問 你現在做不夠數據嗎 不是 第二問 還有一次 我 我 我 就是 第一問 就是 第一問是這個 第二問是說 為什麼他 我認為算是應該 你少知道一點 他為什麼 為什麼 我認為是這麼消極的 我認為是怎麼會做 是 比如說台灣有辦法 證人不能做進去 比如說像日本 那種台灣不能用 任何人的模式去做 還是 台灣所已經進來了 然後實在力量已經知道了 那種不能 就做一種日本的模式 再不可以請求 第二個問題 就是 不會再有學術標準 然後 他的意思其實 我覺得 你還沒有講完 其實你覺得 我們現在目前 真實人物跟政黨 或政府 其實他們視野不夠 就是 你當你有資源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辦法 好的資源 投入在這個 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想你基本上肯定 這個有意義的事情 這非常肯定 可是這件事情 為什麼 不是由一群素人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 有些時候是因為 你 我們可能是 處於在 中國政權的壓迫下的打壓 如果沒有任何自由的情況下 我們當然去 有一群海外的人 自己自主去做這件事 可以 可是如果你反過來去看 政府的角色 就是看了有一群人 在努力的時候 就快點拍拍照 然後到時候可能 會做這件事 可能就直接 就路過順便收割 就可能會這樣 那其實這個事情 其實是從 政府治理的角度來看 但是他們 他們不是在治理你們 對 另外一點 就是在學術 其實說中演員 開始所 的確有在做 他們有派一個學者 就是到 國際的台灣區去採集 在後遺寫資料 然後 也是因為那學者 我們才知道這件事情 才開始做 但是就是 這有點敏感 就是 可惜的是 就是 就是學者 你知道嗎 就是他們需要發論文 然後需要 發 就是 寫書 所以他們的 他們的 他們的 就是他們習慣的是 資料採來之後 OK 這是國家的錢 當然就是必資料要開放 但是我先發個十篇論文 我先寫個兩本書 再壓個兩年之後 我再開放 這也是開放 那可是 他們就是會 比較有種 就是畫地圍黃順 這些東西是我的 然後我會開放 那我先寫個五篇文 再說 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就是比較健康 因為大家就是 覺得 因為他們有 有能力 有這個經費去 我倆趕快去 就覺得那些東西 是他們的 那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 因為我本身 本來也是 學者 本來要做學術研究 但我知道這個資料的重要 就是 你把這些東西 全部開放出來之後 有些小大的醫師學者 有些小大的研究生 就可以有 有這個辦法 然後做他們自己想要做研究 就是 林巴本來就是把這種 平等化 就不要說你是大同 你才可以 你要去跟著大同 你才能把他接觸到這批資料 就是 這種開放出來 大家可以提出來 不過這個 我覺得還蠻好奇的 這批資料 會影響到 哪些歷史學者 這也蠻有趣的 譬如說 跟這個領域相關的 然後這些歷史學者 因為他講那個大概是 學術界裡面的 有時候會發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 他認為我先看到這個東西 我第一個 詮釋權 所以我才變成那個專家 他進了變成權威 然後大家聽 可是在某些方面 實際上他是掌握資料的人 他是因為 他是把資料的內容私有化 所以他們做這件事情 在某個程度上 其實還有一個很強的 借戶的地方 可是還可以讓 以那個知識的傳播上面的時候 他可能效果會更高 他可能還很快把那些 上下等級的關係 把它拉平 這其實跟我們在網路上面 看到的東西 同一個題目只要有 不是你是一個老師 或教授 或什麼 你如果不去把資料找過一遍 搜集過一遍的 其實這樣是沒有發言權的 因為資料都在網路上面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是還蠻 就是他們還蠻急的 因為如果按照他這個說法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如果你是想要 把這個資料私有化的情況 這一個計畫 又放在一個官方單位的時候 他可能就延後十年後 再當時這個計畫 可能永遠都在創建這個東西當中 那可以說 什麼時候再決定 是做這件事 什麼時候決定讓它開放出來 這個也可能如果回到官方的時候 也會出現這種行政上的一些問題 那要不要解釋一下 稍微 稍微補充一下 我必須承認我覺得 專業網路這塊不是很熟 那我當然知道就是 手機的那個可能不夠 但是手機的解析度算已經 已經其實蠻高了 都足夠做OCR 那所以活動專業全部程度 也許是沒有 我當然上去的感覺 我剛才都會帶用政府 就是政府的網站很爛 政府的service很爛 我們不會是坐在那邊說 好我現在要派解析度 然後派解析度 然後派解析度 然後經過一兩年之後 你才有辦法 趁一兩年都沒有辦法改變 政府的決策 所以我們通常可能是 我們做一個政府的網站的替代碼 然後你要看 其實你看這麼多人用我們這個政府網站 我們這個網站 讓政府有辦法可以做到更好 所以像我們從手機開始拍 如果這麼多人願意加入 然後這麼多人願意捐錢 我覺得也很難說政府 怎麼動作都這麼慢 因為三個月前才上 三個月前才上媒體 然後你知道政府怎麼招標什麼的 他根本不可能這個時間點 就算學者要申請經費 也要什麼紀念國會計畫體驗 也要明年才能做 那民間的好處就是 我們現在要做 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那如果政府想要進來 學者想要進來 我們不排除以後 可能有更高階的機器 可以去做更好的掃牌 或是更好的動作 但重點是先讓大家進來 然後把這個能量創造起來 這麼多人願意加入 這麼多人願意 一起來協作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在某個方面 其實像 比較像是政治運動 對我們滿好的 來 我想政治也是廣義的政治運動 想說做政府介入的話 會不會 比如說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會不會民進黨做的 國民黨派系的人 就不相信這批資料 我覺得也有會這種問題 所以我覺得由民眾來發提示 對全民來說 其實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好 來 我們今天繼續 因為剛剛 總是有很好的說法 其實我覺得 他剛剛那個說法就是 政府的角色在 在這裡面 它是缺乏的 當然 他們也很善良 就是才講 才三個月了 你知道 然後 那可能這個一做完以後 接下來政府要介入的話 他們要用什麼方式來介入 然後 那其實我等一下有個問題 就是說 路徑的問題 比如說 我們一般來說 都會回到原始資料查找的問題 像拍完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 如果有另外一批 要跟你們做同的事情 他可能可以 藉由你們的方式的路徑 然後很快去找到 那個原始資料 應該也是 這個資料上 還有 一位 還有沒有 那其實我是第二個問題的提出者 那其實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其實 你再把你的問題提出什麼點 就是 有沒有考慮辦學生營隊 或研討會 然後用保障圖的資料 去做洗作和研究 因為我覺得這個做法 他其實可以解決第三個問題 就是資料的珍貴 他有什麼進度 一起研究其實基本上 就是各種資料之間的互相整體 像 剛才談到一些坦 譬如說 冷戰時代 或是掌聽國際的資料 其實最近有很多學者 他一直在解禮這些資料 是不是寫的書 例如說 林孝平老師的那個 台海冷戰 蔣介石 或是汪浩老師的那個 意外的國務 藉由是蔣介石 對 其實他們其實 已經斯坦本出單 寫了十多年了 然後用的資料 也是國家檔案局的 然後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 國內的那種書信來話 或是國使館的一些資料 去做交叉的理會 去把歷史給整理出來 那你說那些資料 其實 說實在搞不好 公信力都還沒有你們的 因為你們是 很多人寫的 但是很多人去驗證 很多東西 那這個東西 只有連效的表示 才可以給你驗證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不用 還是可以不用 因為他們不愛有同事權位 所以我覺得 如果說 Ginifeer這些資料 如果未來可以就是說 我去舉辦個聯討會 然後中聯名保障庫的資料 去做寫作 甚至讓他們去發佈你們 這是寫書的話 那其實資料的 但是他們有一些 專業的價值 所以在理論上 就會比較有問題 這個是我的想法 感謝這想法 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有跟 台大的羅教授 就是交換一件 然後他 羅勢傑 羅勢傑教授 交換一件 然後他就說 他覺得很棒 然後他會請 就是他們 課堂上的 學生 台大歷史的學生 來參考 研究 就是 國家網上的資料 就是跟你說 就是 讓學者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學者的敵人 就是 跟他講 我們學者是我們最大的使用者 因為其實 我們資料真的很硬 就是 超級先生的英文 就是 我不希望 一般人就是每次 就來辦個實驗 然後睡前 睡前做個實驗 再睡覺 所以其實最大的使用者 應該就是學者 那就是 越多學者 喜歡我們 使用我們保障鋪 對我們是越來越大 當然如果他們很多 研究金費 給我們讓我們找 很多保障 那也是很好的 所以我們是有一種 無益共存的關係 那 那 就是他們就是 當他們就是 越過那個時候 你要開越這些資料 就是 當然過了那個 mindset 那個想法之後 他其實會覺得 這是很當然的事情 然後大家都可以用 一個保障 所以現在 在開放 所謂這些檔案之前 這檔案 有分兩種 一種是沒有輸位 或一種書 沒有輸位的話 那沒有輸位的話 你就要本人去 然後 你會兩個贈件 然後寫一個申請書 然後你再有辦法去 然後可以掃描 那有些檔案館 真的是你 美國是可以 但有些檔案館 真的是不能掃描 我覺得檔案館是 他說你只能掃描實驗 所以我們就有 一個人在那邊看 然後另外一個人在偷拍 然後 都不要被那個館長看到 然後 而且我們是還要找 機密的資訊 所以我們跟 檔案館說 我們是要找內批資料 然後同一個時代 同一個地點 那我們其實不是要看 同一個時代 同一個地點 發生另外一件事情 那這是一點 就是實體的很難 第二個是基本上是數位化的 那像你看很多的資料庫 它可能是線上的數位化 但是你可能第一 你要查 第一個你要先去申請個賬號 那有些賬號 甚至必須要求 一些研究員 或是代表學生 你才有辦法申請這個賬號 他必須說 後面是什麼EDU結尾的賬號 然後驗證都可以申請 他說電子他說 有喔 我們花很多錢的數位化喔 可是因為這是 我們這兩個大學 collaboration的結果 所以你只能去 我們這兩個大學的 圖書館的電腦前面 用這個批 電子化的資料庫 也就是說 我們在台北 我們像很多間中國研究 那個資料可能在中國 我們的圖書館 那我必須要飛到北京去弄 不然就是你要有認識 在北京的水深 然後求他 幫你掃100頁 或是1000頁 你要用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對學者來做是非常好用 你不需要飛全世界各地 你不需要真的去美東 像老師他沒想到自己 自非去拍 然後你也不太可能 帶你學生一起去拍 那這樣就是學者以後研究 他同時他做在台北 他就可以拿到美國 或是中國或是日本 甚至其他各地的資料 然後起來做研究 所以我覺得這是開放資料 很powerful的地方 就是我們其實大家願意 把我們的 effort 跟努力貢獻出來 然後讓更多人可以 從中受惠 那其實做這件事情上 是非常難的 因為其實如果說 我們現在看 如果說在對於資料的收集 一直到資料的保存 資料收集 一直到資料的解釋 那這個解釋跟詮釋的這個部分 就是一般的 如果一個學者的話 單一個學者 他跑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其實這樣時間是非常長的 所以他可以說在很多的時間 他可以把大量的時間 花在歷史的解釋 跟這個因果關係上面 在串聯上面 反而速度會更快 或者是說 我們可以真的去討論 一個史實的時候 會有 不會只有單一的觀點 可能會有更多的 不一樣的觀點 因為我們是根據 同一批資料 然後去進行交叉比對 那我覺得他們做這件事情 其實在學術上面 的使用上面 我覺得應該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除非 除非那個教授 一般的學者教授 拿的那個機器 是比手機還好的機器 可是好像也不大可能 現在手機的畫質 也非常非常高 記得一下 那他還有什麼問題 來 1 2 我動作的地方就是 扮演密密集的資料 就是屬於奧運對的 有用的東西 所以研究這東西 我想要分析 其實除了我們知道 所謂的歷史故事 或者是說 從過去原作 真的就是 我們可以健忘 就是對於現在生活的參考 或者是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 去追跟除了我原作 過去成了怎麼樣的 一直研究 所以導致有現在的問題 然後比較可以 對這個下藥之外 我們做這些 對於過去的事情的 研究的 還有什麼其他價值 我想要分析 謝謝 歷史最重要的東西 歷史最重要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去找那些過去的東西 那麼 那個過去就讓它過去 消失就讓它消失吧 那跟現在沒什麼 這你要捍衛 你這個歷史的最基本 大一的人 不是你找他們講的時候 他們可能自己在想要聽你講 因為他們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也害怕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人的歷史系 面對時間的問題 好 來 你先講 然後再叫他講 好不好 先講 好 因為我只是覺得這個東西 純細純的不是在我手上 你可能問好幾個歷史系的人 或是問每個人 都不一樣 那 所以要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其實像我跟小偉 事實上在不一樣時代 對不起 我有 我有 我有上 我有上台灣史 所以 然後我 我這一代是我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中文字學 我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我忘記了 然後我出生的時候 就已經 我上小學的時候 就有台灣史 所以對我來說 我覺得我這次台灣人 是一件很 很自然的事情 那所以 包包回家認同 比如說 然後你回去看說 什麼 原來以前 曾經有被稱為什麼 recovery of Taiwan 你說他沒有想過 美國官方文件 曾經會 用這樣的方式去支撐 或是 你比如說 他這邊可能留下 是 以前的地圖 所以連陽明山上 溫泉分布在哪裡都有 那可能是對外的研究 還是很幫助 但是回到 對根本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我們需要 為什麼我們需要知道歷史 那我其實本來是念化學的 然後轉到 我轉歷史系 我昨天修學出來做 網路新創 什麼之類 不知道怎麼學到歷史 因為我覺得我脖子快扭斷了 所以扭斷的是 我的工作是 我們在追 最新的科技 我們在追 最新的場合 什麼AI blockchains 就是 追了很希望會 從這間活在讀 三千年前 然後兩千年 一千年前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到底 到底 到底有什麼用 好 我覺得這個都是 瑞肯美娜來說 不一樣 比如說 我知道說 我是台灣人 或是我可能是中國人 或是我泰人 這個概念 是被 見過出來的 基因上 可能跟東南亞人 更接近 或者是 或是 比如說 泰國國文 他是應該有 八分之一 十六分之一的 中國人協同 但是你會覺得他是 泰國國文 或是 你覺得你自己是誰 你從 你從哪裡來 當我知道 我阿公他 年輕的時候 曾經去菲律賓 去 在日本 準備合作 可是呢 我自己從事 又很喜歡 中漢文化 這中間我自己做了 什麼人懂的是什麼 然後 或者是 你知道這些東西 怎麼會變成現在進 嗎 比如說 當 有我朋友跟我說 他覺得女權是 為什麼現在還要談女權 然後 他是一個醫學生 但 當你讀歷史 你就知道 女生可以當女生 是多麼最近的事情 然後是多少 的前輩 去努力犧牲 才換來 你現在有機會 可以坐在醫學系裡面 跟我說 我覺得女生可以當女生 很好啦 就是 類似這樣 那我覺得歷史跟 對每個人來說 來說不一樣 我也不覺得 每一個人都必須要知道 歷史 但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更廣闊的東西 就是 過去是其中 其中的部分 包括對現代的思辨 跟 你怎麼去理解 我們現代所處的社會 比如說 可能人會說 20年前經濟期的時候 怎樣這樣怎樣 但是背後可能 有個冷戰的脈絡 或是 當時的一些 國家的 統治的方式 跟現代的脈絡是 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歷史很通常是 脈絡 知道我們為什麼在這裡 然後 然後我們才有可能知道 我們接下來會往哪裡去 我就對我來說 當需要歷史更多 就不會把民族 當作理所當然 民族 他並不是一件 雖然從小生腦在意的 呼吸就是無嘴的靈性 但是 他其實不是理所當然 他可能會走回去 有可能的 所以我們如何去 對我來說 如何去往下做 知道自己的生活 做完結都很重要 那當然 其他的研究者 會跟你講一些古兆 就每個人都很太一樣 那這是 這是我個人的 就是 非常親切的我個人 那我真的不是 因為歷史系 學得 學得很好的人 但是 我覺得 對我來說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那大家掌聲一下 好 我們有世代長的差別 你們念台灣詩很驕傲 對不對 對 沒有念過台灣詩的舉手 在你舉中學的時候 中學的時候啊 這些失學的人 所以也可以一起评一下他们感受一下那些资料 当然旅游团以后也可以办一些这种专门的旅游团 你记得要收费就是 因为你知道做这种事工或做这些什么 其实大家都是自己泡药包出来的 然后平时可以来做这些事 它有些时候实际上是解决生命虚无的一个方式 你也知道生命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 这我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你的问题 因为你的问题其实本身就已经 探讨到一个到底生命有什么意义 因为当如果没有过去 现在未来的意义 现在没有太大意义 未来的意义又在哪里 实际上到最后做什么事都没有意义 然后结果就会让别人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在做历史的建构里面 刚好讲 历史的建构有一个官方的诠释 那个官方的诠释决定了你如何起立 这个决定了你要你怎么去思考 决定你认为你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透过这样的过程里面 反而有一个自我建构的拖程 换句话说不要浪贬 因为官方的东西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虚构 换句话说不要浪贬 没有意义来取代你没有意义 这个就是比较哲学的极致方式 然后那个刚刚还有一位 刚刚这位先生说到那个国家的点藏 点藏的那个恐怕这个东西会再做第二遍 但是现在的手机 我知道点藏的资料的解析度是比较低的 以前订的都蛮低的 那现在如果说因为手机 现在手机解析度是够的 可是我怀疑的就是说 因为我一直像那样子在拍那个图示馆的资料 但是不稳定 就是那个亮度啦 还有解析度 每一台手机还有那个 那个照相的那个JPG檔 或者是PMG檔 等等都会影响后来它OCR的那个效果 有时候都还要是重拍 所以我是在想说 日本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是不是可以拿一台机器进去 然后很稳定的这样子 我看你这个是摇滑 对不对 那你如果有一台机器 这样你用多少钱 那你这个格式放进去 然后就这样拍 它亮度什么什么都可以调整 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 那日本为什么可以 我们为什么 可不可以 他们是怎么做的 我是说他们是怎么做的 应该有可能到时候 突破门款 可能都买一些机器 如果要这样解决 如果只是钱的问题的话 就是解决钱的问题 日本他们可以是 他们一个团队 八个人进驻15年 然后他们 他们就是一个团队 然后他们有一个 就是可能有机器 可能有八台机器的 然后15年就用到八台机器了 那我们四大会有上千位子工 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就来来去去 我们不可能买一千台机器 或者是 或者是每子工来 然后就把机器滴过去 因为我们有时候 一团是五个子工 有时候一团是二十个子工 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就只能 就靠手机 因为不一定每个人 有机器或相机 但每个人一定有手机 虽然我们现在只有这个 iPhone没有Android 这也是困扰的地方 所以大家要放在iPhone 8的时候 旧的iPhone可以捐给国家保障 因为我们不需要iPhone 所以把它看一下 然后 对 然后我们在美国私的引力 所以你捐给我 在美国可以扣税 所以有美国收入的人 我可以给你扣税 然后对 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 我们没有办法来这么集齐 因为我们是一个群众参与的专案 所以就是 我们的意思就是 每个人都可以十字工 因为 那日本的团队 他们是很专业的 他们是可能八个人有 有两个人负责查找资料 有两个人负责犯 然后有两个人负责犯 然后有申请可以再集齐去 他们有申请 他们都跟 他们跟共产党局 都有前一国也有合作关系 因为他们就是 一个国家齐盒 然后我们是素人 所以就是 就是 我们能怎么做 就怎么做 那目前可能只是暂时是这样 因为其实按照 这样讲的话 台湾如果政府要做些介入 他也可以 专门找一个团队 就是清除在那边 然后就可以把自己做完 那你们还是可以做 一样可以做 带大家去拍档案 也是一样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他们可能的计划 因为你说那要六千万本笔 六千万本笔 六千万本笔 其实是 光是这样带团 慢慢去忙忙 也要很久很久 哪有可能 这个 这个也是不是那么容易 对啊 所以我们现在讲 这些东西是让政府 刚刚听到 是该做点事的时候 不要说每次都政党轮替 完全自政 这种少钱 这个不叫钱 你看一个人 一三百万 一年三百万 一十五个人 你才四千五百万 那你做个十五年 不然 八个人嘛 八个人 两千四百万 两千四百万 再乘以十年嘛 就两亿四千万 就住在那个地方 把东西把它弄 做一做 这个对 我们国家的这些预算 都算是很小的钱 好 来 还有没有 还有多年 大家好 我是蔡斯文 大概有七点半才来 那我们 我想到几个问题 我想 那个主讲 你们想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 这些 有其他的国家团队进去 那一个主题就是 这六千万笔资料 有没有 都是一样的重要 或是说 你有一些是想要优先去 去处理的 那假设有的话 你的步骤是怎么样 你有没有去参考 其他的那个团队 他们是怎么做 或是说 你有跟那个历史系的教授去研究 我想这个是一个 一个角度 那另外一个是 就我所知是 Hugo好多年前跟 就是意大利或什么 做那个线上图书馆的那个 图书的勺 他们是怎么做 那 那因为后续 曾经被质疑 就是说 当这些权利 属于Google 私人公司的时候 他会不会变成是一个 壟断的行为 这个我不行 因为我没有去追 只是说你今天提到这个主题 让我们又想起这件事情来 那再来就是说 你 那个欧西亚的东西 其实已经行之有名了 那是不是有一套 所谓的SOP 就像你讲的iPhone的解析率比较高 或是什么条件 让那个辨识的效果更好 那甚至说 是不是有人愿意去针对这些少量的东西 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就像全世界的论文 至少不管你是哪个语系的 他一定会用英文去写一个简单的摘要 那写了以后 是不是因为有人要研究这样的主题 他会有兴趣来参与 这个是我在想的 那另外我想 有一个网站可以推进大家去看看 他那个思维 就是一个叫做好读 好好读书 那个网站就是好读 那那个作者其实 刚开始就是 他其实是很喜欢读中文书 那他的中文书都是有经过授权 很厉害是 但是他的授权 他的书都有经过授权 而且他的格式是坚持向指本 所以从右到左 由上而下的方式在很远 那他很难得的部分是 他其实那个是去 请人家去扫描 比如说金庸 或是什么 那种历史小说以后 那可能三页五页 发给人家去打字以后 他做了三次交证 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 你看个电子书 不是像指本的感觉 而且他还是经过三教的程序 那不会也是 那个作者本身就是做 可能做电脑编辑 做到博士这样 只是他喜欢阅读中文书 所以说是这样的情况 刚刚讲的这几个角度 主讲人士是有去想过 如何让一个不外物是 让少量的结果更多 那不外物是让少量的东西更有效率 那再来就是如何增加你这个project的知名度 吸引更多人来 或许他有他私人的目的 但是终究就是把东西交给我 是你最有价值的部分 谢谢 刚刚讲这件事 我们先假想一个状况 这个假想就是说 万一有人告诉我们说 有六千万匪的档案 关于台湾档案 放在美国的国家档案局 我要宣布D.C那边 我告诉我们政府 都没有任何的作为 我们如果坐在这个地方 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大概很期盒 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 那或者说 他们今天的角度 他们不是一般的民众 是一个专家学者来说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他实际上是会让你们非常亲爱的 因为呢 你知道这件事情 可是你好像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 可是他们现在做这件事情 那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说 那现在反而 他们的存在反而 让我们攔起了一种希望 我们好像可以做点什么事 而且还可以做个更好的事情 然后还有可以 把这些东西呢 变成是 让有更多的方式 可以让它优化的可能 那我觉得刚刚听 这位朋友刚刚在讲的时候 我会觉得说 还好有他们做 如果没有的话 如果不是他们做 是一个学者 像那种蛋头学者 我啦 我这种蛋头学者 在那边讲 在陈述的时候 我大概就会觉得 就是在那个怨探啦 国家的资源不够啦 那问题是 只有我一个人做啦 然后觉得很可怜啦 比如说我跟这样 我们可能会进入到那种悲观主义 的那种 然后开始 变成非常非常犬儒的心态里面 这个也是一个 一个 我觉得还好有他们在 如果我们假设另外一个状况 后面还有一个问题 你好 我只是有一个小小技术问题想问 就是 那个资料库的建制 的关键字 这个是什么 去贴任了 上去的 因为 像一般那种 政府的资料库 的关键字 真的 有很大的感激空间 所以我们好奇这一块 谢谢 你是说 让他们建制一个 很好的关键 关键字的 相似性 相似性 那因为 对啊 你说政府的关键字不好 对 做的不好 所以你希望他们做的好 做的比较好 然后来改善 政府的关键字 可能有一个 这个部分 好 先回答第一位先生 第一点就是 有没有考虑就是 去 针对某种资料 就是做挖掘还是 因为我们内部有 激烈证词 因为我个人是以 开放资料的角度去看 因为我刚刚说的是 每个人看的 跟国家保障不一样 有人觉得这个 西螺的这个 大桥的资料 是国家保障 有人觉得什么 阳瓶山上 温泉分布 是国家保障 有人觉得 台南的土壤 的酸碱分布 这个 是国家保障 所以 我不是医师学家 我凭什么去 帮人家决定 哪个是重要的资料 哪个不是重要的资料 所以 因为在激烈的政变中 就是 我们就决定说 就是 保障的采集 是以乱数决定 所以今天来当资工 你下载我们ATP 你打开ATP 你分 你被发太大的证捕 是电脑乱数决定的 所以你不能说 我今天想来采228的资料 请给我28的资料 不好意思 没有 不然这样大家都要来采228的资料 那这样我们不用另外备了 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动 那些温泉 什么 一些什么 鱼类啊 雅杆池的这些资料 因为 所以 在我们来说 所有跟台湾有关的 都是当初有情报人员 辛辛苦苦去采集的 一些情报 那我们就把他 当我们的资料 我们就去做分类 那当然 各位先生说 也对 如果我们挖到228 很劲爆的那一幕 当然对于我们国家保障的莫凡啊 的 的 的 这也是对的 但是 就是我们会去做取舍 可能就是 大家在 志工在采集的时候 我去旁边 就是偷偷看一下 有没有很好 照片的 但是 但是如果以志工 就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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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对于那个 标签 标签的话 目前我们都是用Google的 那个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PI 所以他会做 对内文 就是内文 就是 文字化採集出来的东西 做那个 机器学习 然后去阅读 然后把那个 把那些 entity 就是那些所谓的 他还有一部分 甚至上海 不但可以把我们除错 内文跟翻译 之后还会加上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我们除错 标签了 就是这个标签太大了 你就把它删掉 你就自己加一个新的上去 就是这是一个群众参与的过程 给大家一起来完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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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掃的OCR 这掃的不是我刚才说 就是 你刚刚有看到的App 他会去抓那个 文件边缘的角度 所以会去修正那个字体 然后就会 让他造型 都不会是一个提醒 他会把他翻译成一个 然后会比较好 去做OCR的辨认 那就是目前是串AP 就别为要去做OCR的辨认 来 还有 叫我下语来讲一下 做个历史学者 来 我是学院内的学者 但是我 算是一直都跟历史研究很深的缘缘 本身是台发医师系科班出身 然后我留学日本 东京大学来 在东京待来待了十年 从研究生说是班 我是班 然后工作 那我并没有 我后来并没有选择留在学院工作 那 但是我刚刚这个 大家的提问还有回答你 大概可以有两个补充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 有关日本里面的团队 然后参与 然后他们可以有国家资金投入 我觉得这是一个 日本他们 以我的实际经验来讲 他们已经是一个思维的习惯了 从民间到社会的思维习惯 就是什么事情都叫团队 那我 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跟几个朋友 他们后来成为一般的所谓的文化官僚 那他们其实代代相传的一个工作的 食物工作的作用是 有一句日文来讲就是 河を登れ 海を登れ 海を登れ 就是溯溪而上 然后横跨海 这是什么意思呢 溯溪而上就是说 食物工作的时候 在碰到 不然你讲 整个国家机器在运作的时候 一个任何的环节出位置的时候 你要去找它的历史根源 溯溪而上 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你要有那种历史性的思考 然后横跨海啊 就是说你除了把本 我们自己日本本身 这个问题的那个历史源头 把它想清楚 然后那个经纬来源 把它理清楚之后 你要去参考国外的 台外的工作 碰到你国外的案子 他们是怎么去处理的 所以他们这种观念 就是说 溯溪而上横跨海 变成他们整个那个 国家机器运作的一个原则的时候 他们那个data的累积的程度 是非常的可怕 以日本时代的台湾的统计资料 或者是整个调查报告 即使日本人殖民者走了 然后我们后面呢 要去追着去研究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要他们的意识形态 不要他们统治殖民地主 因为他的论述 他留下来的data 到现在你不管是蓝绿 还是必须要follow 我们这些东西data的指导 因为你可以看到他 会把说啊 台湾现在这个 这个这块土地上面的渊源 他会去追溯到贫古族原住民 然后清朝时代怎么样去界定 这个土地的权利关系 然后日本时代引进的那个 近代法的观念是怎么样 他会讲得很清楚 然后满满一个权利的问题 他会去比较 德国是什么处理的 法国是什么处理的 他会去比较这种 这种思维只是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国家之所以他可以 可以历经各种不顺利天灾人祸 甚至他自己发动战争战败以后 他还可以在废墟州再站起来 我觉得这个思维一定呢 他们整体的部分 那这个是我刚刚听到我们说 为什么他们的国家团队可以这样 然后台湾就是鼓打干打鼓走 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整个民族思维完全不同的地方 那台湾还有一个好处 不是没有好处 台湾的单枪作战也不是没有好处 我记得我前两天 我们家的那个中华电机的 很多地方掉了 然后请那个农机的维修人员 然后呢 因为我暴凶的时候 我就是暴凶那个遥控器出问题 然后他来看以后 他就说啊 其实没有电池 好 翻一下电池没有 但是就是这个遥控器 我们里面营幕都有 Data都有出来嘛 那个画面都有 所以应该是遥控器没有办法动 好 希望他就准备一支新的那遥控器 再换电池 欸 还是不能动 那我问你 我的遥控器也坏掉 你带的遥控器也坏掉 那到底是怎么办 他说没有关系 这个遥控器呢 可能是中华电机在回收的时候 送到维修厂以后再出厂 所以我现在拿到这个 你看那是新的 可能是维修过程中出厂以后 后来又出问题 他自己又拿出一杯 他说我们是有经验的 这种情况呢 我们会再拿另外一支 规模一模 要成那个遥控器 就是说他马上 马上就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就说 那这样子你为什么不反应呢 因为如果说 不反应给中华电信公司 说这个维修的问题 他就说反应也没有用啊 这个都要钱啊 对 然后 那就是说台湾人在碰到这种 SOP不合理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会去 其实他知道抗议可能没有用 可是他自己会有 一套的那个准备方案 他就马上去应用 他这样说 如果再跑回去公司 再去拿一个老公寄库 所以他已经有错误事情的那个经验 然后他知道就碰到那种情况 所以他知道我报修 就是我一种老公寄的问题 他很充益 就被困了 那我在日本碰到这种经验的时候 他们是一个SOP非常流程的人 他碰到这种事情 他其实就 他一定会马上回到SOP 再整个run一次 一定是 我问题一定要上报出去 而且要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不是台湾的话就是 即使知道SOP有问题 他也是知道个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扭转的时候 他自己要当自己 不要这样分布清楚 他自己有他们的内奔 所以我觉得台湾就是 在碰到那种团队履格 他强的地方 可是也有他很僵硬的地方 就是日本团队 他也许在某个地方出团阶的时候 他也没有办法 像台湾人这么样的 一些灵激音乐 去做一些谈性的修正 他可能还要整个团队 要经过什么开会 决议 然后要重新 重新拟定那个什么扫描策略 或者是解电视策略 他可能要做很多 可是一旦他SOP拟定出来的时候 SOP去Follow 其实又可以做得很好 就是说他碰到问题解决的 解决 问题解决的那个发想 其实台湾跟女生的差很 他很不一样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历史 为什么要自己的历史 我基本上我不太复回答 这种哲学性问题 因为哲学面都不太好 我都用我实际的经验来讲 我其实基本上 我关心的问题的领域 还是在台、日韓这个部分的一些历史问题上面 那以最近的那个日韓之间的那个争端来讲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日本跟韓国在吵那个历史问题的时候 搞到外交议题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在20年前他们的做法是把会讲日语的 有日本殖民地实在实际经验的韓国人 这个请出来当做外交的那个 那个累落的那个管法 可是随着日语 他们的韓国的日语是在 真是太小了 就是死掉或是淡出以后 他们这个管道没有 所以后来日韓的那个外交分争就会非常的 日韓的外交分争就变得非常无解 那一般不太在意历史问题 人会觉得说啊时间过去了 这种统治跟被统治的那种恩运情仇 就会随着时间淡化没消失 可是从日本跟韓国 或者是什么东亚的那个问题来讲 刚好是相反的 随着时间的过去 你的记忆可能会被删减或者是重新捏缩 你会凭着你被 你会凭着你所接受的那个记忆 采取当下行动 然后对未来采取行动 比如说对当下的行动判断 要不要对未来的那个行动的预测 都是根据你接受的那一套 那我相信所有记忆都是相对的 可是你在采取相对主义的时候 不代表你不用采取立场 因为你不做决定 就会被别人决定 我们今天去掌握历史的话语权的时候 我们就是被别人掌握 所以这是我觉得 那像韓国的历史语言 他们其实在那套时间 随着时间的运行投革消失的 这种论调 然后在东亚的历史问题 那都是一个反正 因为中国韓国在战后 都实施非常强硬的反制教育 所以那反制教育过头的时候 其实他会去扭曲历史 因为他要照自己同志的方便 来做一些这些产品 然后这个变成冠定机 然后变成整个头上到下 都认为是那套叙述的时候 他对日本的态度歧视作 跟有实际的那个字语 是有实际的那个字语 因为对日本的态度 其实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在那个中介的人物 就是有实际纪念的人 但离开这个舞台 离开这个历史舞台之后 就会变成是两号 非常之间对你的记忆在争斗、斗争 那这种情形就是 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不采取立场 你不去把这个历史话语权 话语权把它重新在你 你我不敢说 你能够完全回复事实 但是你如果不抱着趋近事实 这种态度的时候 你就会被记忆所决定 你不决定的时候 你不自己去掌握全世界 就是被别人决食 然后被别人绑住 你的行动的那个决定权 就什么呢 好 你好 我们今天可能就是 开始要进入到历史哲学的讨论 也没办法符合哲学信纪屋的老闆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我想问的是说 就是 因为这个计划好像也刚开始不到一年 可是我是很好奇说 有没有一些历史的研究者或写作者 他们有回馈给你们说 他们因为看了你们翻拍出来的档案 然后在他们原本的研究上面 有什么样新的发现 就是大大小小这样 然后因为我 我会想问这个问题 是因为我还蛮喜欢看 国家宝藏粉之一 我觉得你们在po一些档案 然后写一些得到的故事 都其实蛮好看的 那以我一个就是 不是历史专业的路人来讲 我觉得还蛮 就是当我小故事看很有趣 那我就很好奇说 像这种专业的学者 他们有没有给你们一些 会不会有理解的 有 就是我们其实刚上线 大概两个 一个礼拜左右 然后 所以上线 但是学者才看得到这些网站 那我们就是有跟 Telalise 那个中 罗教授 就是已经接洽 然后他就说 就是会有计划性的 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网站 所以可能希望不久的将来 会有这样 我说一下 那个罗教授是我们系上的教授 然后 他有跟小阳去美国去挖宝 那挖宝之后 他有透露我的Facebook 他说 他就是去台湾山 美国这一史料 是我们在研究两岸关系 跟研究中国的资料 非常重要的一史料 那我过去研究 台湾史的学者 很多都是 就是日文的background 所以我们用非常多 大量的日文文献 或者是中国的东西 所以教授他就是本来想要研究 两岸总是贸易的东西 但反而他在美国 对他知道有很多这样的东西 所以其实对 至少对那位教授来说 他看到一个新的资料 然后这些资料 以往因为可能台湾经费的关系 没有办法 教授 他没有办法一整个单 在那边翻那些资料 不算很久才能去一次 他的确看到一些 也不可能的 上次罗教授来共军台湾局 我才发现就是 理事学者跟我们这些素人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那时候在翻拍那个 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政大 那个鞋 毛笔器 马塔特总统 然后后面有一个学校 也署签名 然后就大概20张 就一堆人签 然后我那时候拍一拍就说 签名都没有人会看 他就乱想拍 然后那时候罗教授走过来说 诶 这不是那个吴一生 诶 这不是那个什么李庆华 这不是那个谁谁谁吗 不知道 第一个他就是看那个签名 因为我看签名看不太懂 他就一直发 这不是那谁谁 这不是那谁是谁 然后我就说 哦 这怎么重要 我还继续判 所以就是 我们就是素人 的确就是素人不该判断 历史资料中不重要 这抱歉 所以就是 还是希望就是很相识地派出来 然后给他们学生吧 然后我怎么能够来補充给你 我觉得就算是学者 他们有选拟决定 哪些历史资料中不重要 而是每个人可以参与 就是他们觉得哪些是重要的 不是你有学者身份 你就可以说 那笔资料中的 然后另外一笔资料 就这样子 对 这边要补充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 为什么只要iPhone 不要人追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其实过去 我刚刚说过去收集资料 不过限制 比如说去当图团 收集资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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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不会什么要上穿 就是我们不能引用 我们不能拍的那些资料 但是有时候那些资料 是给你一个sense 说有这件事情发生 然后我们只能引用 我们可以公开取得的那些资料 我们不能说 就是 对 那这个不然没台湾 那为什么只要iPhone 不用Android 是因为 美国iPhone是大种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跟Android是大种 美国大概有 6到70%是iPhone 然后 再来就是 我只会写iPhone 不好意思 是问题 第一次问 还有问题吗 想想想 没有那个 我刚刚讲那个 那个下午这个 事情就比较想 他们现在做的事 就是MOD 那个比较灵活的方式 来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同时 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 因为各有 他的各有有缺点 好像我们还可以 有一个问题 或 看 there 继续 你最喜欢的 不好意思 再請問一下 第一個是 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們剛剛應該 對於剛開始的演講裡面應該是 解小姐才到排使館 對228文件處理有太多之後 我應該如果認知沒錯是 你認同曲選紀念六元 他對228的處理的方式嗎 這明顯的就是 跟你們現在在做的這個事情 立刻有一個實踐上的 一個argument是說 他對228都這樣看了你也認同他 只有30年的資料 所以能不能來請你們 檢視一下說你們在這邊怎麼樣看 第二個問題是說 這是我提供的一個information 跟網路治理有關 因為你們現在都在做的網站 做在社會上 可是以Apple來講 我相信你不是有Apple的社會 可是以Apple來講 因為中國大陸要求 就是資料在地化的因素 所以他們說Apple目前是你確定 所以Apple的所有 他把台灣對立中國大陸的部分 所以說台灣所有Apple 使用者的data是放在中國大陸上 而放在中國上面的data 你就不要想說他有任何的 他有使用的什麼問題 就是中國大陸的問題 那他要求你下架 但是在中國大陸的刪除都是可以的 那換言之就是說 那我們現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算你可能放在AWS 或是其他地方 那也會有問題是說 中國大陸認為台灣是大陸的部分 所以他也會以國家的民意區 比如說 這個data會要他們來管理 比如說他們以國家之間要說 這個是我們要刪除或怎麼樣 所以雖然你們是以自己的民意在做 可是我相信以後 大概就會被認為是一個敏感的資訊的時候 可能這方面要稍微像他處理這樣 但是必須要做備份 或是台灣要歸人台灣這樣子 謝謝 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因為第一個問題 我可能聽不懂是 麥克風是什麼 第二個問題是 其實我也聽不到 第一個 你可能要講 為什麼跟台詞所會跟徐學基層的關係 有沒有 來 你他講什麼 那你就是專業的回答 我先回答第二個 就是我們的 我們是用AWS 然後是加在美國 所以應該沒有 這套沒有問題 因為 你加在台灣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會不會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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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 以美國上 在美國 那不是說上 上架應該是不會 而且這個是自公 他下架 是沒有差 我們有一個 BETA版本 是 Define 所以 對啊 這是太遠 對 那我們的圖檔 是存在美國的 AWS 是的 謝謝 對不起 我快速問一下 你有看現在可以看怎樣的問題 現在大概是一萬六千份 就是 沒有 應該很少 因為我們這個大概 那我可以 你提供給你 我會覺得說 中研有非常多的地址 所以不管是他會損失去 或是中研院院法 絕對有辦法 把這個檢查 在台灣之上 中研一項的配分 所以說 我只是提供說 Define 是沒問題 花苦點 但是還是小心要配分 這是開圓的 就是中研院院 開始說 想要配分 可以馬上就可以進行配分 你們如果有這個 Technical 可能對這點的話 你可以直接配分 這是開圓的 你要拿去用 就拿去用 現在只有一萬六千多瓶 你們可以全部拿去配分 那之後有十萬瓶 你們可以歡迎拿去配分 這是全部開圓的東西 所以你們要配分 二十分 為什麼他會這樣問問題 因為我剛剛說 就是有一批資料 惡霸的資料 然後才是說 就是說 要先收 要先收 然後目前開放 然後主持人家計畫的教授 是學學技巧 學學學老師 所以就是這個脈絡是這樣 因為我剛剛沒有 直接把人命講出來 那 你說 這兩件事情好像很衝突對不對 就是我一邊說 我要開放歷史 然後另外一邊說 可能還是有理事學人爭議 那我覺得這是網路 老實說 我們有很好的答案 就是我認同 許多基的這些疑問 就是我們這樣子開放 這些歷史資料 會不會對 某些人造成傷害 或者是 有些資訊 其實是當事人不願意 不願意被公布的 但同時之間 我又會覺得 盡量能公布的 還是要公布 那 這個不管在 比如說 我們在說 我們要開放台電的資料 或是台稅 甚至 就是現在政府很多 之前全民健保部 是一次研究人員就可以申請 而現在又另外 起到一個隱私選擇問題是 研究者需不需要 經過我的同意 才可以把我的資料 對他研究之上 所以隱私跟開放 我提出這個問題是 我覺得 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是要讓他知道說 並不是全然開放 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選擇 然後有時候有這樣的領域 那我其實沒有那個 知識跟很缺帥的答案說 哪樣比較好 只是我看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現在有這樣的討論 那我們這樣討論 可以繼續下去說 這樣公開是不是好 比如說有天 一起跑來說 你可以把我的 簽名給叔叔的資料公開上線 那他有沒有辦法要求說 這段海武藏名字的答案是 扑印大背 我們還展示的 可是例如想講 這可能是我們未來 會遇到的問題 不過他這個 在這個開放資料一開始 在我們講那個 open data open ground data 都會遇到一個 就是隱私的問題 那除了隱私的問題 是要個人 還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 因為 比如說在 在1950年代的時候 有很多人其實也寫自白書 那自白書是被請求的 自白書是假的 自白書的人民也不是真實的 那 當 甚至呢 他的會創造一個是 他 他假造某一個 某一個 A 比如說A被 被 被爛訴 被起訴 他假造一個 B 他的朋友 然後去說 他是犯罪的 可是這個B 其實是不存在的 然後等到 後來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 以這個做罪證的時候 A又看到這個檔案的時候 原來當時就B陷害我的 那B已經死了 就指死我對著 所以他 我覺得常會出現這樣 因為 可能像這種檔案的部分 歷史檔案部分 還可以找另外一個人 可以來看那個蘇睿槍老師 然後現在是來台北的 然後也是研究所謂的 像228白書庫的檔案部分 開放的問題 也會觸及到什麼樣的 這樣的問題 所以 那但是呢 窘子剛剛講的那個部分 其實又更重要 是 因為其實 國家可以 保護個人隱私為名 而不要去開放資料給民眾 所以到最後都涉及到隱私 所以就可以不用開放 所以他可以走到另外一個極端去 所以我們大概可以去想這個開放 跟隱私之間的關係會是什麼 其實我有跟徐瑞基老師 聊過這個計畫 然後他是沒有支持 能開放的資料 就要盡量開放 然後他那時候提醒我們事情 是不要做重複的事情 就是台大洞窗園院裡面 其實已經 不是只有他們今年才開始去掃 之前已經可能有一些人掃 或是做過路放在圖書館裡面 可是他可能還沒有數位化 那有多可能他都提醒我 就是這批資料能不能隱背進來 或是 就是讓資料可以互相作證這樣 所以 其實徐老師真的是非常支持 就是 能夠開放的地方 盡量大家可以學 不過像這個事情 如果已經有想法的時候 有想法就可以做了 因為 相對於你們是要沒有資源的 你要講 來來來 你要講 等一下 等一下 請 不好意思答案 你因為你剛剛講說 能夠開放就開放 是引用續續的研究員的話 可是這句話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能夠少了就開放 一個是 你有經過他那樣背後的判讀之後 他覺得可以開放再開放 這句話 你講這句話非常非常詳細 因為我們聽完全是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你講的是什麼意思 嗯 這我可能要弄掉 我把他談話結果的錄影 談話 你可以現在再講一遍 因為你剛剛一直講說 徐老師很支持 然後說他覺得能開放 對 他的支持 至少他跟我講說 他的支持不是說 必須要先結構區別判斷 這批資料才可以開放 他是支持 有功能去做開放歷史 跟自行多數位上的這個部分 但是 比較沒有 但是 對 但是我們其實 我們那家談話裡面 完全都要談得到 歷史學的問題 就是 這個本身的資料 因為這個 這個資料本來就是已經 美國的公開檔案 就已經 是沒有加密 就是你public domain 就是 任何人的檔案 就是可以去哪一個 會有一個編號 讓你去看那個東西 所以 這批資料本身的 對 但我必須說 我剛剛談話內容 沒有涉及到 其實我們反而談交更多事 比如說 我剛剛說的是 之前有哪些資料 是不是可以去找 台灣之前進行有目錄 然後配合 然後 或者是 有沒有可能把 台灣已經有著目錄 已經去 當年去用膠捲 那種萎縮膠捲 拍過一次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再說的話 我們主要是 focus在那一邊這樣 但我剛剛那句話意思只是說 我不想要讓曲學老師的形象 我們要是說 他就是要把資料藏著 他就是不給 不給人家看 而是至少在 我們知道其實 Pubbit跟美國的歷史資料上 他是支持 要更多人可以參與進來 這樣子 但我不能代表他說話 所以 他的意見可能要以 以他 他之後再說 任何意見為準 我只是 因為當時那個網路上 對他其實蠻 蠻兇的 所以 我瞭解 所以你剛剛把那個脈絡 講出來就夠了 因為這句話是講性的意思 而且我要補充一點是說 不光只是 隱私權 威士忌在講open data的問題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基本的現代思學 在討論說 到底現代史 近代史能不能做 有沒有所謂的 近代現代史的這個問題 因為 像你講的 你難不成就只是一個 把自己歸類的文史工作者說 工具無罪 所以我就盡量製造工具 盡量製造刀槍 然後大家可以拿刀 不相關砍這樣的因素嗎 所以說 當然我可以理解說 你就是選擇 你選擇了就先做 然後 把這個爭論 留到給更多人討論 那我也OK這個答案 但是 我只是補充一下說 這不光是隱私權 當然這隱私權 在open data 會討論也是重要的 可是 我相信 我是史學外行 但是我相信所有的史學 大家 絕對都可以理解說 我剛剛講的 基本現代史學 在討論的問題 是近代現代史 有沒有這個東西 做怎麼做的問題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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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討論一下這個 這個 因為像這些資料的解讀 因為資料出來以後 我會舉一個例子 好了 那個 我們知道那個 敘利亞的難民的事件的時候 大家馬上眼睛閉起來 馬上想一個 想一個畫面 這樣讓你還記得的畫面是什麼 小男孩 小男孩 對 其實我們在這個集體裡面 好 那你第一個 那個 那個裡面是真的還假的 真的啦 對 真的 但是呢 我們其實就是活在這個 這個狀態裡面 就是說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是 是那個影像 那個影像 可能會是假的 那用 用同樣的方式 我們放在一個資料出來的時候 其實這樣資料出來 那個資料可能會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他可能調查錯誤 或者是他沒有另外 背後的詮釋跟那個 檢證的比對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一個 很粗糙的資料而已 就是說 曾經有人造假過這樣的資料 被視為真實 也有可能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的 紙袋書的時候 所以他不可能 不存在一個 沒有解釋的歷史 就是歷史這些東西 是這樣是這樣解釋 沒有什麼不正知名的東西 就我們一般來在 面對這些事的時候 比如說你第一個看的時候 這個 為什麼他會 那個鏡頭會讓你馬上 感到感動對不對 感到 覺得 你怎麼那麼慘 他們好可憐 可是事實上這裡面 已經運用了很多的 心理學的方式 拍攝手法 他本身 那個 攝影師的意圖在裡面 或者這個東西被檢選出來 已經 這個史料已經被選擇過 所以 所以我們 有時候在 面對這些資料的 看起來非常震驚的時候 或者是 如此的明顯的時候 我們可能 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可以學到 可能是多方的交叉比對 或者是 找到更多不同的附贈 來去說明 來形成一個真正 我們所謂的 尋找那個真正的事實 所以 所以這個資料 不代表說 他馬上就可以 把那個真實挖掘出來 因為我們 因為情報員有時候 會 可能會是 假的東西 假的資料 這個 這個到時候 大家還可以再來看 再補充一件事情 就 也許現在大家 對很多歷程的想像是 我們找到最真實的事情 我們找到真實發生的什麼事 但在歷程上 很多這樣的嘗試 甚至是近代史 幾乎都是 不可能的 我們甚至很沒有辦法 verify 60年前 有沒有發生事 或什麼之類的喔 而且可能各地的文 實際上 各地的文憲會提出 你在清朝修的限制裡面 跟廟裡面刻的喜悲響 跟祖庫上的記載 都是文字喔 然後大家都覺得 對你這三個記載 可以完全不一樣 我說完全不一樣 是可以他被誰殺死 一件事情 清朝的時候是被清朝的主角 然後廟裡面說 他是被他屬下背叛 然後阻止 就是 這 同樣的事 發生在一百多年前的事情 就這樣子摊開來 就已經 大家都覺得是對的 那你說 那面對這樣的狀況 我們歷史學者 要怎麼找出最真實的真相 我們現在可能 不關心的是這個 我們關心的是 那為什麼他會這樣講 就是國家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 必須說是這樣 然後 然後族僕跟廟 他背後的人群是什麼 他背後的權力關係 跟他相信或認同的對象是什麼 導致有現在這樣的故事 所以我覺得是開放之道重要的地方 因為當你這些文獻跟台灣的中國 日本比起來 也許美國 美國也有美國人的偏差 他的bias 他可能 都不理解 他不是說他可能不會說台語 所以他某些事情 他們不知道 所以美國也不是絕對的真相 但是透過這樣 我們可以去理解 我覺得不能說建議真實 那我們去理解 嗯 不同的角度跟觀點 會有什麼樣的利用狀況 對 最後還有會有時間 然後再來談 關於這個歷史 然後這個真相 比如說 我們在談取民生意的時候 也會涉及到這些資料的部分 那其實還是非常 謝謝他們花了這麼多的努力 然後 願意帶著我們 然後去思考 然後願意首先去實踐 做一點點事情 而不是只是在嘴炮 還可以真正做一點 然後也鼓舞了我們 我們的區 的確除了在去美國旅遊之外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為台灣做一點點事情 然後 所以我們非常謝謝他 請大家給他們熱烈的感謝 然後 大家還可以繼續留在這個地方 留在這個地方 我們大概十點也要離開這裡 然後 有些問題 可以私一下問的 然後 或者有些 能夠來加入他們 還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協助的 比如說想要幫忙 處理學學技藥 就是那個 他提議的東西 其實都在台灣自己就可以做了 剛剛 運政一定提出一個 非常好的方向出來 就是台灣已經可以做 或者台灣在地的這些 相關研究學者 一定都可以做了 那 所以 非常非常謝謝他們 然後我們下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見 我們下個禮拜的哲學星期五見